字幕君 我們回來講 我們剛談到十一過後一個禮拜 劉鶴就要啟程到美國 去進行第13輪談判了 我們回來看十一今天的國慶 當然十一最好看的 還是他的閱兵 他的肌肉 我們在九點的那個階段曾經談過 他秀肌肉很多人說 是不是有可能拉近 美國軍武實力的差距 第二個其實要觀察的角度是 他今天射的肌肉有哪些是劍指台灣的 好 我們看到他這次閱兵的過程裡面 他當然其實以目前大陸來說 他做軍事的發展 當然主要目標還是要追上美國 也就是他要在太平洋地區的軍力 能夠跟美國相抗衡 但是今天我們跟大陸之間 由於1949年的內戰到今天 還是處於一個暫停的狀態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他要武力解放台灣 或說是統一台灣 是解放軍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因此他們這次展示的這些武器裡面 它有相當多其實 是未來如果兩岸發生衝突的時候 是有可能用在台灣的作戰上面 例如說我們是看到第一 這是第一次在閱兵中出現的一個運輸機 叫殲20 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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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殲20其實當然他開發這個 殲20這個運輸機很大一個原因是 他們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赫然發現 他們完全沒有這種所謂 叫戰略空運的能力 什麼叫戰略空運呢 就是有大型的運輸機 一次運載大量的貨物 甚至於可能一輛 一架運輸機可以運載 一到兩輛的坦克車 像這一次它就展示了一款坦克車 叫154的輕型坦克 當然154的輕型坦克 它當時研發的時候 主要有一個用意是要對外銷的 但是這個15輕型坦克 它本身其實非常輕巧 它大概重量大概才30多噸 而且它的如果說你重量 對比它所配備的引擎馬力來比的話 它的這個比例 甚至比它現在大陸的99A還要高 也就是說它的機動性能 其實比99A 大陸99A主戰車還要好 而且因為小 特別適用在這種大陸東南部 丘陵破碎這種地形 那當然是不是也就很適合用在台灣 因為我們這邊也是丘陵 那個平原少丘陵多 因為這個是平原少丘陵多 適用的戰車 另外它這次還有包括展示的 就是這種小型的多功能地形車 這種小型的多功能地形車 它其實可以帶著特戰部隊 然後就有可能跟著運20 一起進行空投 或者是說如果它今天在台灣的西北部 站下了桃園機場以後 它就可以由運20這樣 遠遠不斷地運進來 一架運20一次可以運兩部 這種154輕型戰車 或是一部99A的主戰車 這個是運20的這個部分 當然它這次也展示了很多的戰機 戰機它就是在空中 當然它的空中分裂是 一開始有一架空中預計機 空軍2000 帥隊 然後後面有8-1的表演隊 進行噴煙 然後後面其實大家要注意到 它第一次在閱兵中展示的 就是這款歼20這個戰機 歼20 對歼20它這個戰機 它是逆中的 是雷達逆中 不然說 你不是說它逆中嗎 隱形的嗎 為什麼我還看得到它在飛 它最主要是要讓它在雷達上隱形逆中 它雷達上隱形逆中 特別是你從前面看它 它的雷達反射截面很小 就是說你可能 就是說你的這個作戰系統 可能會誤判 它可能只是一個 這個自然的反射 所以就沒有辦法抓到它 但是現在我們也買進了這個 F16V的這個戰機 F16V的這個戰機 它未來上面有裝 類似像紅外線的偵測設備 因為這個逆中戰機 所以我們的F16V 是能夠反制歼20的嗎 就是說跟原本來相比 原本可能我們對它們 其實完全沒辦法 但至少現在 我們可以跟它 有一個一拼高下的一個機會跟能力了 也就是說 像這個F16V 因為它上面裝有 紅外線的偵測設備 那你飛機在天空飛 再怎麼樣還是會有 紅外線的這個熱影像嗎 的確你可能雷達看不到 或說有多個雷達聯合去找 在空中找到有個地方 有一點問題的時候 那時候F16V在用紅外線 針對那個區域去做搜索 就有可能找到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好 那它今天有這個 殲20的這個展示 當然我們還可以看到 大陸它現在 它除了就是 這次展示主力戰機之外 我們也注意到 它其實很跟上世界的潮流 它展示什麼呢 它展示包括像電戰機 電戰機 電戰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今天最早的電戰就是 我今天我弄一個電波 對不對 然後我如何去干擾你的電波 講白點就是蓋台大賽 蓋台大賽 對 蓋台大賽 真的啊 你說你如果說今天我的飛機 要用那個雷達或幹嘛 鎖定你 攻擊你 那如果你能夠 在那個我的雷達開機的時候 精準的抓到我的這個電波的這個強度 然後我複製一個波 它把你蓋掉 那對不起 你是不是你這個雷達就沒有用了 我們就受不到資訊 對 所以這個它現在來講 它就是用這個方式來做一個 這個電戰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包括像運久的這個電戰機 還有它一個最新的殲16 殲16可以對比到美國什麼 我們來講EA-18G 就是那個 EA-18G 對 它那個EA-18G是個很強的電戰機 一架EA-18G 阿關 我跟你講 可以把從台北到台中的電視 全部搞花沒問題 通通看不到 對 通通看不到 真的 就這麼厲害 一架飛機可以搞花 一架飛機可以搞花 對 那個台北到台中的電視 沒有問題 所以你看它現在非常重視 這種包括像那個電戰 就是說能夠跟著一起進去 對我們台灣的這個防控網壓制 或者說對未來如果跟美國開戰的話 壓制美國防控網這種電戰 它也是很重視的 因為其實那個大陸跟美國 搞了很久的這個電子作戰 所以它其實在這方面經驗 可以說非常豐富的 那誰比較厲害 那當然這個目前來說的話 目前看起來 以技術上來講 美軍因為它的實戰經驗多 大陸它從1979年 這個跟越南打過仗以後 基本上 但是沒有對外這個實戰的這個經驗 但是它開發武器 其實倒是很跟著世界的趨勢走 這個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定要料底要重研 剛剛你談到154輕型坦克 對 非常有可能就是 攤岸作戰 主力部隊 對 我們不是有很多新戰車嗎 像我們現在過去 以154戰車來講 當然是應對到 可能是我們比較老的 像M48跟M60 因為154的戰車它的炮 大概跟我們M48跟M60的炮 是同級的 其實我們現在未來還會買到更新的 包括像M1、A2主戰車 那個是應對它的994主戰車 那也是應對994 對 但是如果說像它的這個154輕戰車的話 因為它雖然說小 比我們的M48、M60都要輕 都要小 但是它的炮是一樣大 而且它可以發射的這個叫 炮射的這個反戰車飛彈 所以實力 那個戰力是不容小覷的 對 好 我們回來講 這次除了show muscle之外 其實中國也希望能夠展現 他們的經濟實力 對 沒錯 最近一直在宣傳脫貧村 對 脫貧 其實今天習近平講話裡面 也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他要能夠讓中國完全脫貧 然後進入一個小康 那什麼叫脫貧 所以要讓95%的人能夠脫貧 其實他現在貧窮的人已經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要讓最後一部分的人脫貧 像這個有一個實例 就是習近平2013年的時候 他去看過湖南有個小村落 叫18棟 那個18棟怎麼一回事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封閉的 一個山中的一個小村落 那這個山中小村落 因為它與世隔絕 所以它裡面的村民維生的生活模式 其實基本上來講非常的原始 他去了以後看到這個地方 那個時候 這個地方的百件 一個月 就是年均 人均所得 人均所得大概1600多人民幣 很低 等一下 1600多人民幣的人均所得 對 很低 對 那現在中國的平均人均所得是2萬8 2萬8 對 所以你看看 那真的是很窮的地方 對 差距相當的大 大陸它現在就是有很多這樣 屏幕差距相當大 屏幕差距很大的地方 對 所以它去了以後 視察這個圈 就只是要全力脫貧 所以要怎麼脫貧呢 當然首先呢 你就要開始開發產業 那第一 它是先扶植 就是那個村民去種什麼 種那個猴桃 就是奇異果 種了猴桃 他們叫猴桃 其實奇異果的原產地 在那個中國大陸的河南 叫中國猴桃 後來被那個澳洲紐西蘭人 拿去種的時候 才叫奇異果的 做猴桃 對 然後先種猴桃 先種猴桃 種猴桃 然後另外呢 他們也發現裡面有很多這種 婦女對不對 她會做這個刺繡 所以也把這個刺繡組織起來 然後一起做 那另外呢 他們其實還發現有泉水 這個村子裡面還有泉水 他們那個把泉水 拿出來也拿出來賣 所以你看 又有了這個奇異果 又有了這個刺繡 又有了這個山泉水 三種加種起來以後 讓他們大概在這五年之內 可以說是成功的脫貧 現在人均是多少 現在到一萬兩千 然後那個一百多 一萬兩千一百二十八的樣子 所以跟過去來相比 五年成長十倍 七倍多 七倍多 那加起來是七倍多 對 那當然你看他們這次 整個閱兵最後面 其實還有包括 各省的這個花車 你可以看到 他那個閱兵最後一個階段 有各省的這個花車遊行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特別還弄了一台台灣號 對 還有台灣號 台灣號 然後上面有什麼三太子 什麼站在上面 還有一個這個 一個像電子顯示 那個電子看板 這樣那個電子看板 還會變動畫面 所以當然也有就是 就是有要呼應他們這個 習近平這個 兩岸和平統一的 這個味道在裡面 好好好 宣誓一文農厚 今天是中共建國七十週年的生日 但香港的抗爭不斷 而且衝突更加激烈 對這次 在香港他們叫做十一國商 所以對照著北京的國慶 北京叫國慶 對所以在下午四五點非常的激烈 那激烈的程度是 除了有警察被抗爭的民眾包圍的這個畫面 那當然有抗爭群眾被實彈射擊 那有十多人被捕 當中也有人性命垂圍 特別是這是應該第一次有三十一個香港的地鐵站 全部關閉 所以在這一波的衝突可以說 在確實在十一這一天 香港的抗爭群眾並沒有給北京任何國慶的面子 好我們回來看 所以外傳習近平不能再忍了 過了十一之後習近平就要動手了 真的如此嗎 在今天我們先看路透 路透說 這是在增兵清場嗎 駐港解放軍增加超過一倍了 據說現在來到一萬兩千人了 我們再來看到 這是最新的照片 這是老外拍的 劍指反送中嗎 有數十輛中共軍車停泊在深圳灣 我們等會讓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這是美國人拍的照片 對 老美拍的照片顯示 中共軍車出現了不太正常的集結 對 其實國外媒體它在意的跟其實我們不太一樣 國外媒體其實一直在在意 到底有沒有可能有武力 所以媒體都緊盯著這深圳 那這個是最新畫面 那確實可以看到有許多的軍車 還有其他的一些相關的軍事配備 雖然沒有看到更多的人力集結 好我們放到畫面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所以沒有看到更多人力集結嗎 為什麼在今天媒體說已經增兵一倍了 增兵這部分很有意思 這是路透社 那麼路透社在這一段期間 這幾個月當中對於香港問題 基本上獨家最後驗證都確實是如此 所以路透這一波很準 很準 所以路透這一波它所掌握的 它是從香港的一些外交官員 跟那邊的了解軍事情報的人 它掌握到 先前我們也在節目中 不是有說有一個 就是大陸的解放軍的輪調嗎 很多的軍車進來 結果路透社 那天你說你們整夜沒睡 對 大家手機一直在發訊息 路透社很厲害 它追了半天 只進不出 就是說真正這些 不是說輪調嗎 不是輪調 對啊 來了應該要有人走就沒走 所以在最後估算的結果 路透社先來估算 可能他們的整體的人數 可能會增加到一兩萬人 我們知道其實在先前在 所以是增兵而不是輪調 對 而且這是解放軍 那是這樣子 我們通常是這樣子 對於香港現在 是不是會武力鎮壓 從兩個角度 第一個部分是武警 有沒有鎮壓 那麼武警的部分 其實是從其他地方的武警系統 他們不一定是解放軍 是警力 那這裡頭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其實在大陸也有一些簡訊 也就是說 有些多事的人 他們的親朋好友 把他們的這個簡訊 我們畫面上看到的 就有人提到 其實有很多這列的簡訊 就是說他們的朋友 甚至當事者他們自己證實 他們是從大陸的內地的各省 被調去香港支援 好 我們來看這簡訊 在手機上傳來傳來的簡訊 有說出手的肯定不是香港本土的警察 甚至有人說這是內地武警過去的 而且他就是他朋友 確實調派了不少人過去 對 確實有很多這樣子的簡訊 但是究竟能有多少人增加了武警 終究不會官方不可能會去承認的 那現在主要是解放軍會不會增加 以及增加多少人 那麼現在因為主要是北京 既然要長期準頓香港問題 所以最終你不會看到 是從外面派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這個軍車 在某個晚上跑進來了 所以他現在就得要在平時 就慢慢的增加 所以現在預估呢 有可能在北京如果達到一兩萬人 配合原來可能到兩三萬人之多 那就這樣多少人才夠 那不過就變成現在整體上 香港社會的這種抗爭的方式 跟規模跟動盪 所以大概預估 有預估 國外媒體預估大概如果有兩三萬人 是香港現有的規模 抗爭的規模應該都能夠鎮壓 所以說不會有外力鎮壓 是從香港的內部鎮壓 但內部這些從哪裡來呢 但是內部的人是從 慢慢輸送進來的 是從內地來的 對 上次這是什麼簡訊 現在這個簡訊就是 我們來看其實十一 十一 十月一號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昨天 就是昨天的時候 香港警方發給我的手機 告訴我 這是上這個手機以後的訊息 這昨天就在十一之前 上這個收到的簡訊 警方呼籲明天全港各區 預期有未經批准的公眾活動 可能引起混亂 市民請注意自身的安全 留意警方最新公布的消息 以及社交媒體最新的訊息 這代表的是 香港警方不會隨便亂發簡訊 雖然說三十一號也發了 所以又再發了 就是表示十月一號 他們掌握的情報 確實在各個地方 會有很多的抗爭活動 那麼而且確實證明 在今天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有激烈衝突 有非常多的激烈衝突 因為整個抗爭其中 他們的速度叫做 十一國商六區開花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是鎖定 超過六個以上的這個 在香港的重要地方 在那個地方抗爭 包括一樣油麻地 泉灣跟屯門 這些地方都有非常多衝突的 流血畫面出現 那麼其實在這一波的過程裡頭 我還聽到像香港警方 在過去的抗爭活動當中 其實大概都還是會有一些輪修 那麼在十一這一天 我所在香港警所那邊的 我副的朋友就告訴我 是大概是這麼長久以來 因為都有抗爭 所以都要輪修 但是十一今天 確實是沒有任何燃修 進修 進修的是 完全精銳進出 因為確實抗爭活動 確實在今天 比想像重要來得嚴重 是因為這樣 林鄭才在最後一刻 接到觀禮邀請函嗎 對 其實在先前都傳出 林鄭 傳說啊 北京不喜歡林鄭 所以不想邀請她觀禮 或者是說不讓她去 因為要她處理香港的問題 但是跟最後的情資掌握 應該是現在的 包括今天發生的問題 應該是可控之內 所以最後不僅林鄭 還是參加了 在北京天安門前的十一國慶 而且在那個 剛剛那個談到的這個 花車遊行當中 有香港車子的時候 CCTV還要特別給林鄭 一個大特寫 我也特別看到了 不過我想她的表情 並沒有很高興 還是面露愁容 那麼聽說她其實在傍晚 下午傍晚就趕回到 香港來處理 今天的抗争問題了 好 那香港的旅遊 香港的經濟慘惡 恐怕回不去了 香港因為這一次的 反送中條例 不斷的示威抗議 這幾個月以來 整個香港的經濟 跟旅遊業大衰退 你們現在還有團去香港嗎 其實台灣到香港 是沒有旅行 都是自由行 機車加住宿 可是去的現在 整個數字也在降低 而且很多人想說 非必要就不去香港 不是只有台灣不去 其他世界國家也不去之外 最嚴重是 中國大陸旅客也不去 因為中國大陸旅客到香港 每年大概有五六千萬人次 那個五六千萬人次 把七百萬人的香港的經濟 整個撐住的 香港的GDP有一大塊 他也是靠中國大陸旅客到上去消費 所以目前大概有八百家的旅館 香港八百家旅館 面臨就是倒閉的這個危險 我禮拜天碰到一位我的朋友 他是香港人 他說現在香港的旅遊業多殘 他跟我說阿娟姐 香港那個四星級五星級的飯店 現在一個晚上只要港幣四百塊 對 沒有錯 四百塊就可以住到 核台幣才一千多塊 對 差不多以前四百塊港幣 可以在香港可以住到什麼 可以住到一些我們像西門店 一些老舊的小賓館 大概差不多就是一千多塊台幣 現在可以住到四星 現在在香港你可以住到 四百塊港幣相當於台幣一千六 目前我們也只能夠住一些 很便宜的商旅 結果現在在香港 可以坐到四星級的旅館 就是因為他真的沒有旅客 有八百家旅館面臨要倒閉的危險 而且很多大財源很嚴重 八百家 對 有好幾萬個導遊 現在沒有工作的 導遊跑去當搬運工 因為什麼 因為他去打零工 賺點錢 貼補家用 甚至有一個單親的導遊媽媽 他說他的兒子已經好幾個月 沒有辦法吃肉了 因為家裡面窮到 他把他以前的保險先提前解約 拿保險金提前領出來 去度過這些日子 因為他光每天要吃飯 香港吃很貴 他規定他家裡面 他媽媽跟他兒子 一個人一餐只能吃10塊港幣以內 那個在香港 幾乎整個真的只能吃青菜而已 所以他過的日子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現在很多導遊被迫什麼 被迫要離開香港 去珠海的橫琴考導遊證 因為你去香港 你到那邊需要開放的就是給 這些就是香港的導遊領隊 去那邊考上了橫琴島證之後 他還可以有3000塊人民幣的獎勵金 但是首要條件 你必須要愛港愛國 這是他的第一條件 為了那3000塊 為了工作 對 他到橫琴到珠海去 在大灣區這邊 大灣區就是像珠海 深圳這一帶 大灣區他可以在那邊帶團過生活 那因為這樣子 就是這個畫面嘛 所以香港很虛擬在旅遊 但是大批的內地遊客 去港珠澳打橋那個附近玩 所以他可以到珠海去考導遊執照之後 在那個地方帶旅行團 對 他變成說他讓這些導遊 到珠海橫琴考完上港證之後 他可以在大灣區帶團 不是只有在香港帶團 那當然中國導遊也看到了這個 他一四手用武力去鎮壓這些 整個反送中的遊行 他是個棍子 可是他相對他也要拿出胡蘿蔔 對 他變成說他讓這些導遊 到珠海橫琴考完上港證之後 他可以在大灣區帶團 不是只有在香港帶團 那當然中國導遊也看到了這個 他一四手用武力去鎮壓這些 整個反送中的遊行 他是個棍子 可是他相對他也要拿出胡蘿蔔 為什麼 因為他要讓香港人知道說 你跟我大陸這邊有保持良好的關係 你不要再這樣的話 他可以保香港的經濟平安為什麼 其實這個有先例的 香港在當時回歸蜜月期的時候 碰到亞洲金融風暴 2008年金融風暴 香港的經濟沒有倒 為什麼中國大陸馬上輸血放大量遊客過去 放很多政策利益多把整個香港經濟撐起來 所以700萬人的香港在那一波 他反而金融海嘯他沒有太大受傷 可是這一波他會受到非常嚴重的打擊 因為整個大陸的遊客量也會少 整個政策一緊縮的時候 香港人要過苦日子 可是這時候又出現一個曙光 好 我們來看出現什麼曙光呢 中國是不是一手棍棒 一手胡蘿蔔 在今天的最新新聞是 中國第一艘自主運營的豪華郵輪 抵達香港完成首航 也就是他的首航第一站就去香港 對 這個是中國的整個郵輪業劃時代的 他其實這條船古浪語號 是這個星旅遠陽這個集團 他從英國P&O公司買過來的舊船 25年的舊船 可是這條船也是7萬噸級的國際豪華郵輪 他可以載1880個乘客從廈門為母港 他第一站首航就到了香港 香港也做一個盛大的迎接儀式 而且告訴人家說 我們有1800多個來自於中國道路的遊客 可以進去 裡面非常豪華 這個內裝好豪華 對 它有13個deck 然後可以差不多全船長了260米 它整個裡面包括什麼 SPA 電影院 秀場 三溫暖 游泳池 好的一些吃飯的地方 然後健身房 應有盡有 所以它是一個五星級的郵輪 那這個船是中國大陸第一艘國際郵輪 而中國大陸是不是要利用這些郵輪的靠岸 然後帶來大量旅客來告訴你說 今天你香港只要跟我的關係是良好的 我可以給你很多郵客 我大郵輪可以靠進來 我大郵輪一進港之後幾千個郵輪可以下來消費 大村一港 對 大村一港 大村一港給你賺個鋪滿盆滿的 可是一旦關係不好我通通可以抽走 也就是說正不給的你不能要 所以香港的明天我會持續帶你來做關注 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